那时,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砸死耶稣 耶稣说 我做了很多重复那里来的善事给你们看 你们为了那一件事 要用石头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要用石头砸死你 与你做的善事无关 而是因为你说舌毒的话 你只是人 竟把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就说 你们的法律上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众神吗? 圣经是真实不变的 那些领受了天主的华的人 天主称他们是众神 那么 父所足性并派到世上来的那位说 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认定他说了 如果我没有做我父的工程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如果我做了 即使你们不信我 也应当因那些工程而信 如此 你们便会确实知道 父在我内 我也在父内 耶稣又回到约旦河的对岸 就是当初约翰施洗的地方 冰珠在那里 很多人到耶稣那里去 说 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神迹 但他讲的有关这个人的一切 都是真的 很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